法古山智慧随身书 今生与世父有约 6 缘起待续 为了与社会大众分享法古山创办人圣言法师的思想情谊 圣言教育基金会于2009年9月起 在圣言书院讲堂 及圣言法师晚年助席的中正经社 举办52场次无尽的身教 今生与师父有约讲座 会中广邀圣言法师四众弟子 与大众分享法师吃身教与言教 透过讲者亲身经历的师徒互动细节 与听众一同缅怀圣言法师的人生行律 再次聆听圣言法师的亲切教室 讲坛内容包含圣言法师在日常生活中 对弟子言谈与行仪的细腻调教 以及于国内外洪化时 应激教化大众调柔众生的方便 乃至法师晚年临病 面对生死的自在身教 即使是小小的故事 简短的对话 无疑不是慈悲与智慧的显发 激励来者起效法圣贤 实践法教 以报深恩的怨心 讲座圆满后 深感这些生命教会的真情故事 充满了法的滋味 听众因此自动发心进行文稿整理 并由圣言教育基金会集结出版 许多自早期以来 即跟随圣言法师学习禅修的东西方弟子 对圣言法师的身教与言教 亦有深刻的体会 因此一并进行采访与整理 其与社会大众一同学习圣言法师的智慧 共同成就人间净土的大愿 持戒严谨 人天师范 主讲 丹 史蒂文生 师父与学生的互动极为严谨 我认为佛教徒的戒律 完全体现于他与学生的互动之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长远来看 一个佛法老师的责任是来检验你的品格 学生则必须维持必要的尊敬和信任 这是从一位老师身上最重要的学习 师父的举止总是严谨 这点从未改变 因为他不希望学生因此产生某些误解 讲这简介 丹 史蒂文生 现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 史蒂文生是圣言师父在美国教导禅法的第一批弟子 随师父修学达二十余年 他以师父禅修教法写成的牛的印记一书 历十七年完成 目的只为让师父的教法 和传佛教的实践 能被世人如实了解 我记得很清楚 1976年一个周日午后 我走进了大爵寺 大爵寺的正门行寺满月 让我印象深刻 那天下午 大爵正在举行奖金 观众席在右手边 而在我正前方 摇摇相对的 是一位身形非常销瘦的法师 光头 黑袍 戴着一副又大又重的塑胶黑框眼镜 典型的五六零年代风格 走进大爵寺 出玉汉传法师 我对佛教的好奇始于大学时期 当时不仅选修校内佛学课程 也尝试接触佛教僧侣 打算习禅 最早接触日本禅修 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时期 跟着一个朋友学的 纽约是个非常活泼 多元丰富的大都会 吸引着全球人士聚集于此 当中也包括佛教僧侣 比如西藏 日本 东南亚等等 当然也有华人僧侣 1976年夏天 我跟着一群西藏僧侣 一起学习 一同生活 甚至一起旅行 然而我的内心总渴望亲至中国僧侣 因为我当时正在学中文 研究主题选的也是中国佛教 这是我最大的兴趣 我也知道纽约有华人僧侣 只是不知从何找起 相较于其他的佛教团体 比如西藏日本佛教 他们很积极的向美国大众及校园宣传 在这方面 中国佛教则趋向保守 后来从朋友那儿打听到 纽约布朗市有华人寺院 那里有间大爵寺 平时对外开放 周日下午另有奖金活动 也欢迎西方人士参加 同时我也听说有位新来的法师在指导禅修 这让我很感兴趣 第一次到大爵寺 那位法师正在大殿说法 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有学者风范 而我学过中文 略能听懂一些 尽管我并不熟悉他的口音 当时有位华人在家中 居前向我问候 告诉我楼下另有一堂人俊法师的奖金 现场有口译 欢迎我下楼听讲 我则问他我能听懂一点中文 可否就留在一楼 就这样我留在原地 以我勉强的中文聆听 之后我被引荐给那位法师 便是圣言师父 就在那次谈话 师父说他即将开半禅做客 欢迎我来参加 不过前提是必须全勤 每天还必须在家打坐两小时 早晚各一次 我说好 从此跟着师父学打坐 这是我遇见师父的缘起 研究与禅修 相辅相成 那段时光真是美好 大爵士的华人在家中 对待我们这群外国人 十分热情 慈悲 师父周末带禅修的时候 学员都很认真 我们就在寺里打坐 练习观景 也被人观看 周日的大爵士则会安排奖金 聚会 也有一小段静坐及唱诵时间 当时我也亲近了其他法师 特别是仁俊法师 他让我感觉非常亲切 从法师们身上学到很多 例如认识佛教修行 出家的意义 以及个人身 心如何经由修行 产生转变与改造 这点从僧侣身上 可以见到明显的事例 也让我对佛教的看法 产生很大的改变 师父带给我的影响 主要有两个层面 第一是师父的教法 师父从初始教导禅坐 就教大家怎么做 何时做 何时的坐姿 以及如何调息 调身 调心等等 同时要求我们每天在家打坐两小时 如此双管齐下 确实发生显著的效果 那种持续练习而日积月累的效果 是极其明显的 另一方面 师父指导的禅修方法 与我当时正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攻读的小指观 互为影响 我有机会直接研读第六世纪的佛典原文 并且结合现代禅师的指导 帮助我开启对传统佛教另一种丰富多元的视野 其中的收获 不仅是对我个人生命有所注意 另一层意义则在于教官双修的体现 现在回想起来 假如我没有遇见师父 如果我不曾认识那一代的中国法师 比如敏智老法师 仁俊老法师 浩灵法师 盐培法师 日常法师 洗尘法师等 而只是作为一名研究学者 恐怕我对佛教的了解与认识将是非常不同 当然也包括我对中文原典的理解程度 禅七 也是让我迅速体验佛教的一种助缘 禅七期间 念佛 念观音圣号 相赞 早晚课等修行仪轨 无处不在 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佛教 特别是与出家人一起生活 身 心 环境与周遭 无不融入于佛教丰富的传统之中 此时 佛教不再是抽象信仰 也不是那种在一个人脑海中打转 胡伦吞藻消化的半调子 而是一种整体文化 一整套的生活方案 这对我个人和我的研究来讲 都有着极大影响 在禅修上 我持续投入且较为得力的方法是墨照 之所以如此 一部分的自师父的教导 一部分源于我的修行体验 我知道自己的身心状况 如何用方法来调整身心 安定身心 通常我坐下以后 首先调整身体的姿势 接着开始鼠息 然后放松 使重心往下 收于丹田 这有点像指观 也是墨照 是我一直在用的方法 从鼠呼吸开始 直到心安定 沉淀 接下来就像墨照 其实我一开始学打坐 师父每次都让我使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次禅期是用话头 第二次禅期 类似墨照 当时师父并没有用到墨照这个说法 而是一种沉淀身心 心能很清楚的观察环境 而不受影响的方法 后来师父才称之为墨照禅 此外 我也练习过观音法门 练习只是去听 一切成就 因缘和合 师父带给我的影响 不论直接或是间接教导 最具意义且最负启发的 或许是他的待人处事之道 因为有些事情 师父并不是直接对我说的 而我听到了 看到了 也从中受益 举例来讲 当我完成博士学位 即将离开纽约那年 师父与我的中文老师 为我办了一场践行 我的很多老朋友也都在场 师父当众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是个学生 这名学生曾抱怨 他的父母从没能真正了解他 对他以研究为一生志向 总是抱持反对的态度 另一方面 他的指导教授所给的指导也很有限 写博士论文全凭他一己之力完成 师父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姓名 但是很显然的 在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师父就是在说我 师父是这样说的 实际来讲 这个人的父母供他房子住 让他受教育 并且供给一切种种 使他能够上研究所 进了研究所以后 他有机会跟着指导教授研读 有自己的同好 还可上图书馆找资料 因此 所谓的成就 并非只是个人的成就 而是众多因缘和合 特别是来自他人的支持 那次教导 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 非常受用 另外一层影响 我也是终放在心上 就是师父讲的 不要坚持任何经验 特别是不要以此为傲 换句话说 从禅修的到某种经验 或者类似的东西 一旦获得肯定 人很容易自大 或者在修行过程中 一心期待某些特别经验 或是渴望某些开示 并且牢牢抓着不放 甚至期待好的经验 能够再次出现 师父所强调的 就是佛法讲的无助生心 不依附任何东西 而要随时放下 这是我所了解的师父的教导 尽似无所求 好的或是不好的经验 都只是过程 这是普世法则 一旦起了执着 也就是自我中心生起欲望 那就无法解决贪 撑 吃 三毒的问题 因此 我从师父的教导学会不执着 这个概念就是说 苦与烦恼是人类的基本问题 比如贪 撑 吃 慢 从超越的智慧观点来讲 这是真正重要的觉醒 这些都让我感受深刻 身教严谨 意思不够 身为一个美国人 从小成长于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对我来讲 师父是个来自异文化的佛教僧侣 这使我感到兴趣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师父与学生的互动极为严谨 我认为佛教徒的戒律 完全体现于他与学生的互动之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美国的文化民情 会让一些人怀有某种特别的心理需求 希望从精神导师身上获得某种特殊的情感 我认为师父对此非常警觉 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僧侣 必须有适当的威仪 与学生保持适宜的互动 我自己曾见过某些僧侣 他们会与学生相互拥抱 而我对那种亲密表现感到不舒服 我认为师生之间 必须有清楚的奋济和清晰的信任 从长远来看 一个佛法老师的责任是来检验你的品格 学生则必须维持必要的尊敬和信任 这是从一位老师身上最重要的学习 师父的举止总是严谨 这点从未改变 因为他不希望学生因此产生某些误解 就像我举过的一个例子 有一次 师父从台湾回到纽约 戴着一副新配的眼镜 这副眼镜让师父看起来非常庄严 很有吸引力 那时就有人说 师父 你看起来很有魅力 那结果 师父马上离开 没多久就换了一副眼镜 又戴起从前那副又大又重的黑色胶框眼镜 从此 那副新眼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这只是一个故事 其实还有很多实力 师父总是非常谨慎 在他身上 奉行佛教戒律总是一丝不够 也因此让我对他更加幸福 佛法西传 当代课题 谈到佛教在西方红传的问题 师父是一位中国法师 他的修持传承是汉传佛教 这个传统很丰富 然而当中也牵涉到汉传佛教 与其他佛教传统对应的关系 以及如何论述不同传统之间的互动 特别是如何教导学生去看待与其他佛教传统的关系 这是每个修行传统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必须要问的是 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法吗 比如就是为了弘阳藏传佛教 日本佛教 灵济宗 曹洞宗 或是韩国佛教吗 在这当中 整体佛教在哪里 这是一个问题 我曾遇过一些佛法的老师及其门生 初次相见 就端出一副让你觉得他们的老师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 而其他人都是次等 这样做其实很愚蠢 对我而言 这就像是你本来应该往背走 却朝南而行 一点意义也没有 但是这样的虚荣却到处充斥 当然这与老师带的方式有关 我认为在圣言师父的弟子之间 比较不会看到类似的情形 至少在美国 我还不曾听到有人大肆宣扬圣言师父与其他佛教传统相比 有多么聪明 多么特别的言论出现 事实上 师父反倒是经常鼓励弟子们要到处参学 多听 多看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 另外一种实践方式 真正的实践 也就是如何让汉传佛教 就像师父所传授的教法 能够如实地呈现 让美国人有机会接触 愿意亲近 并且从中受益 这点涉及两个层面 其一是美国人带着自己的理由来亲近中国佛教 另一则是 来自中国的老师带着他们的目标来洪传佛法 这两者如何相遇 静而弃合 确实是一大问题 因为到某个时刻 身为西方人 即便他会说中文 也接触了不少中华及佛教文化 然而还是会遇到某些事物 是无法欣然接受的 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台湾发生 当你接触佛教 却面对某些无法欣然接受的情况 你必须做调整 因此 我认为带领的老师如果越有弹性 愿意公开谈论那些令人感到挚爱难行的关键处 透过这样的交流 才能更有效的在西方社会推行汉传佛教 对禅法深具信心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相信很多人当初受汉传佛教吸引 是因为我们想投入一种可以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修行 帮助我们处理迷失 挫折 疏离 不是等种种感受 让自己成为理想中那样的人 过着理想中那般的生活 而非把我们变成良好而多产的工作者 我们也许个别体验到禅修生活所带来的利益 例如对身体 情感和精神上的某种益处 我们也相信禅修可以提供这些东西 这是许多人至今深信不疑的一种信心 我个人最具信心的 就是师父所教导的禅修方法 但是 在此之后 很多疑问浮上台面 我必须坦白说 我是对某些团体感到挫折的 师父的愿是那么广大 并不仅是教导个人的愿 而是要去改善人类生活 去接触欧洲人 去教导美国人佛法修行的愿 去提升我们每个人生活与智慧的宏愿 所以师父创办团体 到了很多地方 做了很多事 接引很多人参与 师父需要那些人来协助他完成理念 这个时候 修行不再只是打坐或是日常生活 或是向师父请教如何提升你的日常修行 而是变成一种传教 责任也随之增加 因此 有时我会觉得我们的日常修行被忽略了 有时我会怀念早期的那些日子 当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修行团体时 我们可以跟师父很亲近 非常自在的互动 总结来说 团体运作的模式 他的社会动力学运作模式 师徒关系 以及团体发展出来的核心修行活动等等 都是极为敏感的议题 当然它也非常重要 牛的应激 呈现师父教法 跟着师父学禅期间 我将师父指导禅修的原则及方法 写成牛的应激一书 这本书 从搜集资料 整理到编写 历经十六七年才完成 因为对我而言 如何把师父发展出来 那种次第分明的禅修教导方式 带学生认识禅宗修行的重要性 以及将禅佛教修行法要的方式呈现出来是最重要的 也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主旨与目标 我的做法 便是现场聆听师父一次次教导禅修初级班 中级班 或是从旁协助师父指导禅修 以及对大众演说等 在汇整资料的过程中 包括师父指导禅修及演讲的录影带 也是取材来源 但我做的并非仅是腾写照抄 而是在多种影像间进行比对 会整 再来 我也参考师父的著作 比如戒律学纲要 禅的体验禅的开示等书 凡此种种 透过多元资料的统合 填补不同时期 不同对象 乃至不同讲述方式之间的某种断层及落差 另一方面 我希望把师父教导辅助禅修最有效的方式呈现出来 例如调身 调习 调心 指观等等 都是师父教导禅修使用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当你学会将不同方法与基本原则调和使用的时候 禅修会更得力 师父早期经常实验各种不同的方法指导学员 帮助每个人从中找到最有利的方式 这点跟某些拘泥教义 坚持某种特定教学风格的传统很不一样 那种弹性 开放的胸襟 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不论指导禅修或是演说 师父的想法与做法是非常清晰的 这本书的宗旨便是经由相关资料的统合 把这种次第分明的教法很细腻 很谨慎的语以呈现 并且尽可能通盘呈现出来 我希望师父的教法能被如实了解 所以必须组织这些资料 亲自诠释及翻译 然后用一种尽可能清晰的英文书写 因此这本书 从酝酿到正式出书 确实费时许久 2008年5月26日 受访于法古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以身作则 为学生做向导 主讲 瑞奇 亚瑟 师父曾说 一位正信的佛法老师 必须具备三种条件 第一 必须对佛法之见有完全的了解 第二 持戒 第三 必须保持心理协调的能力 也就是有正确的知见 正确的方法 并且以身作则 讲者简介 瑞奇 亚瑟 现为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教授 自1976年起 参加圣言师父与纽约大学四开办的禅作班 后又参加师父主持的首场禅期 并于禅杂志 单纲美术编辑 他亦完整留下师父开示的随堂笔记 从中可见师父早期禅风及弃因西方社会的珍贵教导 我在20岁那年认识了圣言师父 当时的美国社会非常紊乱 越战才刚结束 许多年轻人感到彷徨 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投入这场战争 究竟为了什么而战 我是谁 许多人在找答案 有的人透过药物麻醉自己 有的人转向东方哲学 总之穷尽一切可能的解答 当时的我 也对自己 对社会充满疑惑 我也在找答案 我经常想着 人死之后的世界会是如何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曾服过迷幻药 可是服药只能带来一时感官经验的满足 那感觉无法持久 许多问题还是存在着 大爵寺圆门 引人好奇 没想到人生的转弯处 竟在咫尺 那时我住在纽约布朗区 与大爵寺相隔不过五条街 每天出门搭地铁 都会经过一栋建筑 那建筑物 有个巨大的圆门 上面刻着几个中国字 我以为那是一间歇业的中国餐厅吧 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进出 直到1976年夏天的某一天 我忍不住好奇 按了门铃 一名高大的南仲华人前来应门 问我需要帮忙吗 我请教他这是哪里 他说是大爵寺寄美国佛教会 问我有兴趣看看吗 我说好 就这样 他领我走进了大爵寺 为我导览三尊至于玻璃筐内的金身佛像 四周则是排列有序的黄色拜殿 走着走着 又引导我观看释迦牟尼佛生平红化的试迹图 那真使我感动 然后 他告诉我 有位圣言法师 才刚从日本来到纽约 他曾闭关自修六年 现在打算在美国交禅作 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圣言法师指导的禅作班 最近一期将于8月26日的这个周末开始 我说 当然好 这堂课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我记忆之中 圣言师父总能以最明确而简易的方式来传授教导 通常每一节课 师父都会列出三至四个主题 写在黑板上 逐一解释 而师父也都能在上课时间内 完成他所要教导的内容 渐渐的 师父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信任感 我们有任何问题 随时可向师父请教 师父则是有问必答 无论打坐或是在家修炼的问题 师父都能解答 因为有这样一味经验与知识具足的禅师 使我们在修行这条路上更有信心 经过几个月后 有一天 师父宣布要打禅期了 尽管不晓得禅期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是报名参加 师父主持禅期的方式 与带领禅坐班很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师父 一个非常严格的师父 脸上没有任何笑容 规定我们打坐的姿势 提醒我们要用方法 又经常提高嗓门 逼问我们 心在哪里 我们常被师父突然的赤鹤声警醒 指责我们不够用心 师父带禅修的时候非常严格 主持小餐则是非常慈悲 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他都看到了 也了解每个学生已达到的境界 并且从我们的回应 给予支持及鼓励 现在我也在带禅修 我能理解为什么初期要给学生不同的方式 或许这与师父过去在日本参学的经验有关 要求严格 希望学生不断进步 这样的方法 对某些人确实管用 对我们也很奏效 然而一段时间以后 师父的戴法开始调整 不再把边绳握得那么紧 菩提经社 首场禅七 您能想象吗 1976年12月 在大爵寺 当时的情形是 六七个美国青年站于台前 对着在场以华人为主体的居士们分享 佛法有如何如何之好 这还满奇特吧 却也正代表师父早期在西方红法的成果 1977年5月 师父在长岛菩提经社首次主持禅修 另有日常法师从旁协助 禅七期间 只有他们两位法师打理一切 从早课到晚课 摇起床铃 祭食等等 非常辛苦 禅七所界的菩提经社 环境非常优美 于是我请两位法师在杜鹃花前留影 如今每回见到杜鹃花开都会让我想起那次禅七 其实在师父教导第一堂课之后 我便已知道这是我今生所要寻找的师父 当时我并没有刻意找寻人生导师 然而我知道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留了下来 师父带给我的启发和影响 改变了我的一生 因为对师父的信心 也是我对佛法产生相同的信心 佛法老师为学生做向导 师父从第一堂课开始 就要求我们养成笔记的习惯 要我们记下所有体验 无论身体反应或是心灵经验都好 就是向师父提问也可以 我用的笔记本原是我的奶奶送给我父亲的 父亲在我五岁半的时候就过世了 我身边留有父亲的纪念物很少 这本笔记对我具有极大的意义 一直以来我都是收尾珍藏 直到上了师父的课 才让这本珍藏32个年头的笔记本 首次派上用场 因此它的意义是双重的 来源是我父亲留下的纪念物 内容则记录了早期师父上课的精华 师父曾说 一位正信的佛法老师 必须具备三种条件 第一 必须对佛法之见有完全的了解 第二 持戒 第三 必须保持心理协调的能力 也就是有正确的知见 正确的方法 并且以身作则 师父让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反应 他很乐意给予协助 师父也严格要求我们 即使在家打坐 仍要持续做笔记 把问题写下来 一旦问题写下以后 就不再挂心 记得把笔记本带来上课就好 因为很可能在上课之前 问题已经迎刃而解 师父强调自己扮演的角色 是为学生做向导 这点从师父的教导可以清楚看到 师父也曾提出一个问题 当一滴雨 落于水面上 何以呈现出一个个完美的圆 也可以说 当一滴雨 滴落至地表水域时 你可以看到那一片水 正形成一个圆 师父在黑板上画出一个水中印线的圆 接着问我们这个问题 没有人答得出来 于是 师父接着说 一滴雨滴在水面形成的圆 那是无吗 世上的一切 都是完美的圆 完美的圆便是空 比如轮回是个圆 季节也是个圆 而我们的五官 眼睛 鼻子 耳朵和嘴巴 各个都是圆 这段笔记 写于1977年3月5日 那堂课 师父教导我们要忘记空 忘记存在 反省过去是重要的 但不要忙着寻找所谓的真理 而要放下对不同见解的执着 师父引述信心明讲道 寻找的本身就是妄想 在我们的世界 没有一件事是完全客观的 因此没有必要寻找真理 一切是无 无并不是相对的 而真理与无是一样的吗 不需要寻找真理 唯有停止加诸意见 多么独到的一句话 师父曾被他的老师问道 什么是佛 师父才开口回答 就挨了香板 接着师父又被问道 你知道这只棍子是什么吗 师父要张开嘴巴 同样又被打了 然后师父又被问了 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 师父阐述二元论 谈道静与染 增与见 生与死 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 二元论的对立之中 一切人 事 物 并没有所谓的美 丑 都是当下经历的人 他的内心感受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分别 所谓静与染的定义吗 在日常生活中 不去分别所谓的好 坏 好与坏 只是人给的意见罢了 我们仍可以改善我们的命运 但想要逃避它是不可能的 当你在打坐的时候 把分别的心放下 慢慢的 在你日常生活中的二元对立 也会渐渐消失 连结生活 接引出击 我自己后来也开始教禅修 最常遇到的问题是 很多人对于打坐 对于佛教 甚至对于佛陀 充满迷思 他们会问 佛陀是神吗 我需要改变我的信仰吗 针对刚开始接触禅修的人 我会采取师父当初教导的方法 告诉他们 佛陀不是神 你也不需要放弃自己的信仰 只是在这里学的禅修 也许会跟你从前的修行方式有些不同 话虽如此 要让一个人放下从前的禅修经验或是成见 而要求他们完全信任在这里所学的方法 的确是一种挑战 我遇到的另一挑战是 我还找不到对空性很贴切的例子或是翻译 很多人 尤其是美国人 对于空性这个字眼有很多误解 例如把空性当成是虚无主义 因此我在指导禅修时 会特别注意用词遣字 从师父教导的方式来解释空性 最接近的解释 像是无常 便易 苦 同时引用 心经 像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让学生了解空性与日常生活的连结 我发现越是生活化平易的方式 越是容易被接受 拿我当老师来说 我的功课便是如何用简单易懂的方法 及例子来教导学生 有时我会提出三至四个主题 尽可能采取平易的说法解释 并且鼓励学生提问 对照自己相关的经验 如此的做法 能使学生融会贯通 回家以后 也许还会咀嚼上课所学 传播 缠 杂志 语录均粘 师父在美国带动禅修 随即发行一份记刊 便是禅杂志 这本杂志 最初是由几位学员 借大爵四一间小房间制作出来的 那是有一天师父突然宣布 我们要发行一本杂志 内容将收入师父开示的文章 学员禅修心得 以及插画等 师父把这个想法告诉我和巴菲 说杂志封面的标志由他来做 其余由我们俩人负责 巴菲主要负责打字 由我插画绘图 这也让我有机会重提画笔 过程需要下很多的功夫 但也非常好玩 缠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主题 是师父教导的指管打坐 就像猫抓老鼠 你的心 必须像猫一般专注 守着鼠洞等待老鼠出现 虽然不知老鼠何时出现 但你清楚一定可以等到 我当时尝试以中式毛笔及宣纸 画了一张猫抓老鼠的水墨画 也就是后来杂志的封面图 师父也喜欢这张图 我觉得作为杂志封面 效果挺不错的 早期禅杂志的封面 有一种手工的质朴感 现在的禅杂志则非常精致 很符合现代潮流 此外 早期禅杂志虽不是很精致 带点草根性 意义却很深重 当时禅坐班的学员 大多还是学生 有的是硕士 有的是大学生 有人在学中文 有人则专攻物理 而当时的我还是个美术系学生 大家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师父的教导里得到法义 接触佛法之后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或多或少产生了改变 这在文章里都可以看到 包括佛法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及个人身心转变的过程 有些文章还搭配插画呈现 主要是书法及水墨画 禅杂志也造福了不少读者 我常遇到不同的人告诉我 他们有多么喜欢这份杂志 特别是师父讲的开示 可让大家再次回味 重温 咀嚼师父的开示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认为 师父身为学者 他明白文字弘法的力量 极重要性 在寺院传播佛法是一回事 发行杂志 则可让寺院以外的读者 不只是纽约民众 也包括全美各地 及散布全世界的读者 同享甘露法语 最重要的一点 编辑禅杂志 给了我们修行的机会 师父希望每期禅杂志 都能如其初刊 我们也有信心做到 在认识师父之前 如果有人要 我每季出版一本杂志 我会认为是对方疯了 但师父告诉我们 他对这本杂志的想法 应有这样的期望 加上师父给的信心 使我们勇于承担 而且乐在其中 印度朝圣 充满感恩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需用不同方法对质 认识师父之后 我的人生方向从此改变 不再沉迷于药物酒精 不再参与朋友之间 无意义的活动 比如派对之类的 因为我了解到时间的可贵 决心投入修行 而我有一些朋友 仍持续以往的生活方式 他们依然被相同的问题困扰 无法从大麻或迷幻药解脱出来 包括现代的年轻人科摇头玩 我想那是他们还没找到答案 因此 我不会只是批判这些年轻人 而是理解他们也在寻找生命的答案 当然这种方式 并不管用 跟着师父学佛之后 我去了印度好几趟 接触了印度教 也认识了好些印度教朋友 对印度教徒来说 达到三摩地境界是他们一生追求的目标 学佛则让我了解生命的核心价值 明白自己来到世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 师父的教导 使我在印度完全不会不知所措 更没想到 师父上课时曾经介绍的佛陀一生的故事 也在旅途中发酵 使我对朝圣行生起更深刻的体会 我一路沿着释迦牟尼佛走过的足迹礼拜 在佛陀曾经行脚的大地 在世尊曾经静坐的树下 在昔日转法轮及受苦之处 逐一棘手顶礼 而我心中 非常感恩师父 如果没有禅修的体验 这趟朝圣之行 或许不会如此深刻 时间独立 无常为常 1994年 当时我在纽约纽普兹大学担任教授 每周我会在那里住上两天 余泽返回皇后区家中 回家的时候 我需为大学课程做准备 在学校 我总挂心回家之后要做的事 时间被切割成一段一段的 我人在纽普兹 心却在皇后区 回到皇后区时 又一直想着纽普兹的工作 我的思绪很乱很乱 常常焦虑不已 可是我想到 师父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却调试得很好 当师父在台湾的时候 他总能把在台湾该做的事做好 回到纽约 便又全神投入于纽约行程 所以 我写了一封信请教师父 师父回信是这么说的 每一刻都是新鲜的 也是独立的 一直以来 时间都是分开的 当你把时间视为连续 不断的存在之时 问题与烦恼也就随之而来 你会发现你无法适应新的状况 新的时间 因此 不要把时间串联起来 不要以为时间像瀑布水流 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 从不间断 不是的 你只需要专注于当下 当一个人真正了解无常的时候 他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而当他回忆以往种种 不会有任何后悔 感觉自己重新出发事件好事 问题出在你觉得是我早期的弟子之一 请不要为此担心 而要想到 这样的烦恼对你有什么影响 又是谁给了这些烦恼力量呢 圣言师父是我生平所见 最仁慈 最温和 也最博学的一位老师 他的说法使我身为触动 每次都让我觉得意犹未尽 我想大家都一样 对于师父的教导 永远觉得不够 现在许多师父的早期学生 纷纷记起禅的教导 在各地带领基础禅修及进阶课程 或是禅一 或是禅三 也为学员讲课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做法 便是经常重温师父早年的教导 真的受益良多 师父的教导是如此易懂 直接而真诚 师父所分享的经验 又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 有幸成为圣言师父早期的弟子 及禅修学生 接受到师父给予每个人 那独一无二的关怀及持续性教导 实在难以言表 唯有忠心感恩 2008年5月26日 受访于法古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瑞奇 亚瑟所绘制的版画 内容是早期圣言师父在东初禅寺 指导禅修表现出汉传佛法到西方的意涵 心系佛法传承的深切悲愿 主讲王明仪 很早年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感觉 师父一方面希望众生得到佛法的好处 一方面心系佛法传承那种深切的悲愿 师父的演讲 常常提到中国佛教现在非常衰微 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力保持弘扬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师父那种孤沉孽子之心 弘扬佛法的悲愿有多么深 讲这简介 王明仪 1951年出生于香港 1969年到美国念大学 1976年迁往纽约 因母亲接引 参加圣言师父在纽约大学寺 首次开办的禅作班 从此担任圣言师父英语翻译 至1996年止 前后达20年 王明仪从小接受英语式教育 中英文涵养俱佳 她的翻译 或东西方信众一致推崇 我是在1976年搬到了纽约 和我母亲住在一起 当时因为母亲参加美国佛教会的缘故 我也开始接触大学寺 迁往纽约之前 我曾在新泽西读研究所 那时不晓得什么原因 经常有点头疼 让我无法很安心的读书 因此后来决定搬离新泽西 转往纽约 初学缠坐 兼任翻译 到了纽约不久 有一次我跟母亲谈起自己想学打坐 她告诉我 美国佛教会即将开办禅坐班 有一位圣言法师来教 我猜想 禅坐班开班那天 是我第一次见到圣言师傅 那是1976年4-5月的时候 第一期禅坐班只有四名学生 三名西方人 我是当中唯一的东方人 在这种情况下 很自然的就让我尝试翻译 我与师傅的姻缘 就从那时开始 当时在大爵寺 除了禅坐班之外 周日还有佛法演讲 希望也能接引一些西方信众 因此也就顺理成章的开始 替其他法师担任翻译 我自己并非语文学系出身 在大学学的是科技 就是对哲学有点兴趣 因此对于佛法的翻译 特别是师傅的开示 一开始只能摸索着去做 刚开始 我对英语很多的用词 并不是很清楚 主要是从观念原则去掌握 1970年代英文的佛书很少 不像这几十年来 坊间可见到很多南传 藏传书籍 当时我手上可供参考的 唯有万佛成宣化法师 出版的几本英文书 但我后来发现 其中的用词并不是那么精确 应该这么说 佛教在英文方面的用词 是到1980至1990年代之后 才逐渐有了共识 然而汉传有汉传用词 藏传有藏传用词 而汉传与日本的用词 可能比较接近一点 基本上 不单是佛学翻译 任何哲学与宗教用词都是一样 同一个用词可以有不同意义 有时也会用不同的词 来代表同一个意义 翻译用词的对应 还是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一 两年之后 慢慢地 我对师父的用词比较熟悉了 在翻译过程中 我很少针对用词与师父进行讨论 起码在我印象中不多 在我的认知 口译和比译有很大的不同 比译应有修改论识的空间 对于精确度非常看重 口译则要求把师父现场讲得开示 尽可能传达让听众接收 至于完整度自然越高越好 但我并不奢求非达到90%以上 或是百分之百不可 不过替师父翻译 还是有一点不同 同样的翻译 假使是我替其他的人翻译 比如一位教授 可能效果不见得一样的好 所以我猜想有师父在场 的确有点不同 就说是师父的加持吧 师父的英文其实掌握得很好 师父到了大爵寺以后 学了一段时期的英文 这位英文老师也是师父的禅修弟子 南倩 Nancy 师父是学得挺不错的 就是平常少讲 所以不见得能立即反应 或者说用词不是那么精确 师父有时讲开示 只讲一遍怕大家听不懂 因此会重复再讲 或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有时候师父讲完一遍 他会问 我刚才说了什么 这么一来 可让大家回想 刚才师父所讲的内容 是否听懂了 我有一次愣愣的 听到师父讲 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以为师父忘了 我就回答说 您刚刚说了什么 结果全场大笑 此外 不同语文有不同的分类法 不一定能完全对照得上 比如有一次师父讲到舅舅 我翻译成uncle 师父就问我 uncle是叔叔 难道西方人没有舅舅吗 这是一个例子 某些词类中国人推敲的很细 英文则没有分类 比如舅舅 叔叔 英文就以一个uncle通称 同样的 有些用词西方人划分的很细 中文可能就是一个词代表 坦白说 我并不知道师父那次是在跟我开玩笑 或有其他意涵 因机接种 调整教法 师父刚开始带禅修的时候 活动很少 学生也不多 有时只有几个人 多的时候有十几人或数十人 这与后来法谷山团体成立以后 接引那么多人参与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从中也可以见到 师父早期带学生的方式与晚期有很大的不同 一方面固然是师父通过自己的经验而调整教学的方法 同时也因学生越来越多 师父一人面对禅重 时间与体力之初 已无法再像早期一样 能一一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师父有一次曾对我们说 早几年我对你们是严父的态度 现在则是一个慈祥的祖父 而对学生来说 受用也是不一样的 师父早期经常受邀到北美各大学演讲 美国 加拿大都有 有些适应大学里的佛学团体邀请 后来师父逐渐有了知名度 听讲的东西方信众越来越多 主办单位为了照顾超出预期的听众 有时必须一再更换场地 在这过程中 我看到师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与听众交流的方式 比如师父早期在大爵寺的第一次周日讲经 我记得是讲 大圣便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 师父当时的讲法 从科判 经题 流通分等逐一解析 是非常传统的讲经方式 后来 在很多大学或是佛学团体 特别是西方信众多一点的地方 师父讲的方式就不同了 他慢慢发展出一种让听众接受 又可在日常生活中能得到好处的演说方式 所以我觉得师父一直在调整他的红奖方式 还有一次 也是比较早期 我和保罗 甘乃迪跟着师父到纽约唐人街拜会一处到场 在电梯里 有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他讲英文 他直接问师父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想想看在电梯里 就是那半分钟的时间 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 师父告诉他 生命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偶发状况 我猜想在其他场合 师父不一定用这种方式来回答 在我的印象中 师父很早年的时候就讲过 而且不止一次的讲 他说 佛法这么好 可惜知道的人那么少 因此要尽可能分享佛法 让多一点人受用 我想在这个前提下 师父不断在调整红法方式 从我认识师父 以及后来担任翻译那二十年 师父都是这么做的 叛传佛教 气若犹斯 很早年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感觉 师父一方面希望众生得到佛法的好处 一方面心系佛法传承的那种深切的悲愿 大概是1980年代左右 有一次我跟着师父到了美国好几周巡回 师父的演讲 常常提到中国佛教现在非常衰微 我们一定要尽力保持 弘扬汉传佛教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师父那种孤沉孽子之心 弘扬佛法的悲愿有多么深 此外 我记得刚买下冬初禅寺那年 房子真的是破旧不堪 即使有了房子 也无法立刻整修 必须把老旧的装潢拆除 才能谈到空间的使用 那时很多人都是利用周末来帮忙 从早忙到晚 记得有一次我问师父 是不是所有工作要在一天之内完成 师父说是 大概是这样的回答 总之 师父的心很急切 希望尽快把事情完成 师父这种未法忘却的努力 对当时的弟子学生来讲到也还好 我们就是利用周末去帮忙 且有不同的人可以轮替 而师父是每天 每天持续地做 数十年如一日 普通人要是生活像师父那么忙 行程那么紧 很可能会崩溃 问题就在于 师父怎么带身边的弟子 其实那时候 我想师父还不是很清楚要怎么带人 师父与学生 弟子的互动 应是往后数十年间 慢慢琢磨出来的 比如师父曾经讲过 东出老人带他的方式 然而我想师父应该理解 不可能以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一些弟子都可以或松或紧的去配合师父 但师父却从没有停下来 他的时间从不空过 担任师父现场口译期间 我曾随着师父三度到英国威尔斯 师父去那里主持禅修 威尔斯到场给我的感觉 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 在美国的大学也好 甚至加拿大战山寺或是其他寺院 都是现代化的环境 现代式的建筑 生活条件也是现代社会的形式 威尔斯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地方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地非常寒冷 即使在春天 我已穿上所有保暖的衣物 还是觉得冷 在那种地方生活并不容易 比如1989年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道场没有店 夜里就是点油灯照明 这环境让我联想到 中国千百年来 有多少祖师大德们 可能在比这里更艰苦的条件下 修行了一辈子 同样是在西方社会 环境条件却差异很大 在纽约东出禅四大禅七 虽然也有西方人参加 但是中国人也占了一半 在威尔斯 禅重全是西方人 但是师父教导的方式 会不会因此而有不同 我的看法是 尽管威尔斯的禅重有些是学者及教授 教育程度高一点 或者说他们从前已有禅修经验 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来自环境 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 地理 天使给我的感受很不一样 弟子宇翻译 受教巨深 我替师父翻译 前后二十年 在这过程中 我其实并不很清楚做这件事的意义 然而多年之后回首 我觉得这应该是前辈子的姻缘吧 好像冥冥之中有股力量 把我推往纽约 遇见师父 在纽约那二十年 师父每三个月回到台湾 三个月后再回来美国 师父好像是候鸟 随即劫飞来飞去 而我的生活也像配合着师父 形成一种互动 师父回台湾的时候 我的生命少了点宁俱力 师父回到美国 我又把心力提起来 随着师父到了许多地方 一直到1996年 种种姻缘时我离开纽约 迁往加州 也就很少再替师父翻译了 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人到了这年龄 常常会回头想 好像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回顾 我会想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有时会觉得某件事情 好像做得不太妥当 要是那个时候方向改一改 或许更可有点成就 但是起码有一点我知道 我替师父翻译的二十年 那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这事我安心 或许我在事法上一事无成 或是某方面好像有了一点成就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 总之 觉得这辈子没有白过 至少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某个意义上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者 却是比较差劲的弟子 翻译是在一个互动的时空 我把师父讲的开示传达出去 让听众大致上能够理解 从这一点来说 我想我应该算是一个称职的翻译 但作为弟子来说 我认知到自己有太多的不足 可是翻译就是那二十年 而我认为作为一个弟子 我受师父的影响肯定不止二十年 也不仅仅是这一辈子 我相信往后还是会持续下去 师父舍抱的时间 是美国的半夜 那时我已经入睡 夜里我听到电话铃响 是找我的 但我没有起来接听 还是继续睡觉 那个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很短的一个梦 梦见我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大殿里 师父从外面走进来 然后一晃眼就离开了 师父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 不是对我 就这样见到师父乍现的身影 第二天早上我听电话留言 才知道师父走了 师父走了以后 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我家里 看见我书架上放着一张师父的照片 他拿起来看一看 读到照片后面师父写给我的一段话 心中不起恶念是智慧 身口没有邪行是慈悲 悲至病运便是菩萨道 福慧两足的变成无上佛果 菩萨道要从众生群中求 把人做好了成佛也不远 我觉得那好像是师父又在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随缘说法 无私教导 师父的教导 是一点一滴累积的过程 早期师父因为学生不多 大家都很容易亲近师父 即使不是学佛的人 也不是师父的弟子 都能感受师父的关怀 那是一种对人自然流露的关怀 师父走了以后 有个老朋友纳金德拉 饶打电话给我 在80年代他不只参加了很多次禅期 也参加了师父在纽约东出禅四开的绝大部分课程 他那时已经是资深的印度教修行人 在禅期里用的是他自己教派的修行方法 他说师父帮助他在禅修上做重要的提升 师父不一定熟悉他用的修行方法 但凭着自己修行的经验和智慧 在关键的时刻 总能给他重要而细微的指导 他又跟我强调 有些教派有时会有狭窄心念 认为你不属于我的教派 我不会轻易教你 但是师父完全没有这种分别心 只要你参加禅期 师父一定给予教导 而无论是哪一教派 都可以从师父那里得到修行上的利益 师父知道他不会变成僧团的一员 然而会是僧团的善友 对他完全没有要求 而他自己觉得施恩深重 所以师父走了之后 他觉得心中有骨激动 就对我把这种感受说出来 这些年来 他相当低调 但依然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寻求修行或是法上的指引 我好几次在他给朋友或学生的电子邮件中 看到他感激的提到师父对他的法恩 认为师父是一位超越了宗教界限的大师 这是比较少为人知道的师父 对非佛教徒的隋缘教授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 当师父在美国只有十几个学生的时候 有一次师父说 你们现在在我身边 可以随时提问题 说不定有一天 我的弟子越来越多 到时你们想问问题 可不一定有机会 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时就觉得应该会有这么一天 后来也确实如此 现在师父走了 看到还有很多人程序师父的怨心 我很高兴 内心非常尊敬各位 我听过一些师父的出家及在家弟子谈起 怨声声事事追随师父学习 让我非常佩服 从团体来讲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对于一些早期跟着师父学习 之后离开的人 该怎么说呢 我记得师父早期曾有一次谈到 有些人的因缘就是这样子 很虔诚地学佛一段时间 到了某个时间 那个力量 那个怨心突然间就消失了 但是消失并不是真的没有 可能就是退失一段时间 而那段时间 说不准有多长 多短 每个人都走在不同的生命路上 一个人若曾经认真的跟着师父学习过 对自己的生命慢慢总会有点认知 除非你不理会这回事 但是当你理会的时候 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心 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 反省自己学过什么 并检视自己走的是什么路子 所以我觉得如何才是追随师父学习 有时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 在法谷山体系学习 是受师父影响 身在他方 也可能身受师父影响 或是在法谷山体系中学习 也可能是从前或者上辈子 受到了其他善知识的影响 因缘是走得很广 很深 很远的 随缘进分 是心坦然 我对佛法的信心是很虔诚的 但很踏实的跟着师父学习的这个信念 可能不是那么坚定 但我相信 师父对我是宽容理解的 他就是看我的因缘 看我自己怎么走 我觉得自己不够稳定专注 兴趣偏多了点 但到了这年纪 对自己也不会有很多苛求 就是努力认知到自己的种种缺点 并且希望好好善用这一辈子 就这样一步步走下去 套用儒家的话 就是有点知天命的意思 觉得自己一路走来 好像真的有些过去生的影响 有时努力多一点 有时努力少一点 总是有个方向 感恩与佛法的因缘 内心是坦然的 2013年11月4日 受访于法谷山香港分会 严谨的教导 相通的心灵 主讲 约翰 克鲁克 师父第一次到英国 主持禅修的第一天 他就讲 也许你们期待 我能带给你开悟的经验 但恐怕要令各位失望了 我来的原因 是要让你们看到 自己的心有多么混乱 讲者简介 约翰 克鲁克 1930年出生于英国 1986年首次参加 圣言师父主持的禅妻 从此跟随师父深入 汉传佛法 1993年 圣言师父传法 与克鲁克 法名传灯禁地 是师父守卫西方法子 克鲁克曾四度邀请 圣言师父至英国带领禅修 对汉传佛法在欧美社会的拨掩 鞠躬确尾 2011年7月 克鲁克因病舍报 享年81岁 我之所以接触佛教 乃至跟随圣言师父学习禅法 应该从我追寻心灵成长的历程谈起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大学时期研究生物学 志向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然而我很早就发现 某些现代生物学的论点 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 与基督徒的观点 存有难以衔接的隔阂 因此 身为基督徒的我慢慢退转了 对我来说 这事件很难过的事 也从此开启我的心灵追寻之旅 印度之旅 遇见佛教 我大学时期遇见生命中 第一位心灵老师 他是印度人口中所称的瑜伽智者 这位老师教导的并非打坐 而是引导人们如何从外在事件 走向内心世界的探索 从而使心沉淀 安宁 他的谈话总是充满洞见 可说是一种非常自信的练习 然而当时我追求的不仅于此 但无论如何 这段学习历程的确对我产生非凡的意义 往后我到了印度从事研究 经历了不少事情 那段时期 我在印度认识了好些藏人 跟着他们学习佛法 包括我的研究 也因此转向社会人类学 有一段时间 我就在西藏喜马拉雅地区 从事当地藏人及僧侣修行生活的研究 山区的瑜伽是呆我们非常亲切 与我同行的伙伴 是一位是精通藏文的藏学家 对于古典与现代藏文同样熟人 日后我们合作出版了拉达克的瑜伽士一书 书中所写 即是从当地所学的好些打坐方法 比如大手印 在我认为 大手印与墨照禅在某种程度是相应相通的 不过 学习藏传佛教有个前提 你必须热衷西藏文化 而我的确喜好西藏文化 可是从修行角度来讲 藏传佛教的修持极为繁复 比如观想 修法仪轨 还有许多的前家行等等 我的内心则期望回到一种单纯的修学方法 情感上更为直接单纯 因此我想起早年在香港服役时 曾经遇到一位中国禅宗法师 所以我又对禅法产生兴趣了 佛心指引 东出席禅 谈起我和香港的姻缘 是因1953年 身为一名英国军官 我随英国部队派驻到香港 那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 时局尤人敏感 由于以前看过佛书 因此到了香港以后 我想主动认识一些中国朋友 以帮助我继续接触佛教 惊人引荐 我结识了一位金银刺绣品店的先生 他能说上一口流利的英语 又因研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英文造诣极佳 早年他也曾在中国大陆 跟着虚云大师休息一段期间 后来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学佛团体 我加入这个团体以后 成为15名学员之中唯一的欧洲人 这位老师对我非常关照 他的讲授多半使用英语 当时主要研习的是会能大师的六祖弹经 这就是我学佛的开端 驻港期间 我也曾经造访位于大宇山上的偏郊寺院 当时的道场非常朴素 注重修持严谨 我逐渐喜欢上寺院的氛围 经常在那儿驻足榴莲 我印象最深的是 当地的宝莲禅寺有座拱门 上头写着一句话头 有中英文对照 而英文是这么写的 There is no time What is memory? 时间不存在 回忆又是什么 这使我非常震撼 当下生起一种深沉的宁静感 日后我也常记起这句话头 时间不存在 回忆又是什么 真是大灾问啊 在香港服役一年之后 我便返回英国 心中仍想继续学佛 当时禅在英国仍极为陌生 中国禅宗也是一样 经我四处寻访 总算认识了一群藏人 再过一些时间 我想重新接上中国禅法 于是回到香港 找我昔日的佛法老师 再见到那位老师 他已是一名出家众 法名忍会 在我心中 他是位非常杰出的老师 然而年事已高 且听力退化 使我不禁想到 也许我该另寻一名 年轻的禅修老师 于是 我走进一间中文书店 看到书架上 唯一一本英文书 那便是圣言师父写的 Getting the Buddha Mind 中文书名为佛心 读过以后 我觉得内容非常好 从书中得知师父 在纽约有个道场 这对我来讲 是非常实用的讯息 因为从英国到纽约 总比到亚洲 任何一地来的方便 从1986年 我跟着师父打禅气 师父的教导 对我来讲 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何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理由有三 第一 师父的教法 清晰 明确 细致 第二 翻译王明仪先生 十分称职 使我非常开心的是 他讲的一口流畅 优美的英式英语 第三 我可当面向师父提问 有时禅重 也会提出非常直接 尖锐的问题 而师父总是欣然接受 就在一问一答之中 师徒间的互动 也就日益紧密 师父当时主要教导的是 墨罩方法 我个人觉得墨罩 与我的心理状态 十分契合 当时我理解佛法的途径 有两种 一种是从观念 理智上予以认知 另外则是根据 我自身的体验 我非常感恩师父 使我认识了禅法 师徒互动 禅机处处 不妨分享几个 与师父互动的小故事 我向师父请求小餐 或是师徒之间偶尔的常谈 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不仅是之间的收获 有些时刻更是难以形容的 心灵相通经验 比如有一次 师父和我谈起观 师父立即请了几位法师过来 说你们听听约翰怎么说 我虽然听不懂他讲的英语 但我知道他讲的一定是对的很奇妙吧 和师父相处下来 我有两点观察 师父一方面给予我们信心 小餐过程也很顺利 然而有时候 师父也会伺机挑战我们的自我中心 比如有一次 我到东出禅寺大七 出坡分配到扫厕所 做完出坡 我觉得满意极了 扫得又好又干净 结果师父走进一桥 说好脏 怎么那么脏 真糟糕 说完掉头就走 我当时很不服气 心想师父怎么了 我扫得多干净啊 我不服气 又再次检视四周 很好 扫得很干净啊 当下真的很不开心 觉得师父简直是个脾气暴躁的怪老头 但是我在一想 不对 我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 这是师父正在教导我 但是这堂课的内容是什么 哦 原来师父正在教导我如何平静的面对挑战 有了这点领悟以后 师父对我打扫的评价 是好是坏 已经不重要 所以我当下发愿 不论师父对我说些什么 正面或是批评的 我都要回到方法上 这是师父给我的一堂珍贵的课 但如果没有这个挑战的过程 我恐怕学不成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年 师父到威尔斯主持禅修 禅修结束后 我陪着师父散步于伦敦街头 师父当时显得非常轻松 他喜欢伦敦 我们还参观了好几个博物馆 我们并没有讨论佛法 也不是在上课 而就像是朋友一般 有我充当导游 向师父介绍伦敦 一切都很示意 很轻松 当我们走到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附近 恰好遇上交通尖峰骑 我发现马路中央有一坨马粪便 一球一球的 居然整齐有序 就像经过人为的巧思安排 我心想这也是禅把 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 马粪居然排列如此整齐 因此我说 师父你看 一坨马粪便 可是马呢 师父看着我说 此时又何必有马呢 很好的公案 不是吗 接法传法 叙佛会命 1993年时 师父认可我在禅修上的鉴性经验 为我举行传法仪式 对于传法这件事 我感到非常意外 尽管好些年前 师父已认可我有鉴性的经验 鉴性 是法子必须具备条件之一 缺少鉴性的体验 虽然人可当一名老师 但是无法传承佛法 那也意味着 你无法把佛法传授给后代的法子 那次以后 虽然得到师父的应可 我还是像从前一样 只管参加禅修 仍然持续个人的功课 极致有一次禅修期间 果股招我量法符尺寸 我感到一头雾水 问他量法符做什么 果股说 因为师父要传法给我 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个外国人 又不会讲中文 修行程度也不足 师父哪来的想法 居然要传法给我 但是 师父对传法这件事 是非常慎重的 我也了解到 师父所以传法于我 除了是认可我的 鉴性体验以外 也因过去那些年 我向师父请义及小餐的 珍贵经验 都让师父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师父也到过英国威尔斯 看过我带禅修 师父到英国的时候 我的角色是克席指导 师父从旁观察我带领的方式 至少禅重并没有打瞌睡 整体还算有模有样 因此才决定传法于我 正式的传法仪式很简单 我的心中则是百感交集 因为传法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当一个人接受传法 就代表他必须记起佛法会命 并且往后传承 我一方面深感光荣 一方面觉得自己不符合传法资格 我的疑惑仍是一样 我是个英国人 我不懂中文 师父怎会传法于我 因此 我认为师父是过度看重我了 除此之外 我也不想因师父传法于我 引起旁人议论 哇 约翰接受师父传法了 但为什么师父不传法给我呢 总之就是有点棘手 因此 我让自己沉淀下来 之后才向师父请教 身为法子应具备的条件 师父告诉我 首先要有渐性的经验 这是最基本的 其次 要有足够的佛学知识 足以教导他人 第三 本身已有学佛团体 有跟随你的学生 最后 需有一个共修场地 而这些条件 我都具备了 最终我做了决定 无论我的条件是否符合 我都应该接受师父交付的使命 因为我对师父有极大的信心 或许师父看到连我自己 都没能发现的潜能也说不定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要试试 或许我可以做到 从那时开始 我便尽力在英国弘扬师父的教法 并陆续在欧洲其他地方剥洒种子 后来师父也传法给塞门查尔的 我则多了一位法子朋友 我们彼此切磋 合作密切 禅无所求 本来面目 师父曾四度前往英国 首次是在1989年到威尔斯主持禅修 那时已有许多英国人对禅修感兴趣 但是讯息仍然有限 而且往往错误摆出 其中最严重的 莫过于人们以为禅修能使人迅速开悟 西方人的价值观向来崇尚个人主义 许多人一生都在追逐成就 考驾照也好 进大学也好 事业有成 赚很多的钱 还要有响亮的头衔 有些人甚至期待自己的头衔 也能包括开悟这一项 追逐成就成为生命中至关紧要的一件事 也让许多西方人抱着要开悟的企图心来学禅 当然 这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心态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与日本禅宗大师林木大卓的影响有关 我们要感恩林木大师 他是把禅法介绍给西方社会的第一人 由于他的传承属于日本林济宗 因此特别强调开悟 受到他的影响 西方人对禅法十分热衷 并把开悟视为一种神秘经验 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 我还记得师父第一次到英国 主持禅修的第一天他就讲 也许你们期待我能带给你开悟的经验 但恐怕要令各位失望了 我来的原因 是要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心有多么混乱 大家都被这一席话振醒 但是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教导 当然开悟这件事是存在的 但它并不是从有所求而来 师父在这方面的教导非常明确 从中带出禅的本来面目 当然在西方社会教授禅法本职的老师 并非师父一人 日本曹洞宗也不似灵济宗那么强调开悟经验 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于禅的认知 至此已开启一波新思维运动 但是在另一方面 却有不少西方人以为禅只是一种体验 他们并不在乎背后所根据的教法 在这方面的认知极为欠缺 事实上某些日本老师甚至把禅修老师的资格传给牧师 这是非常奇怪的 当然牧师也可能在禅修上有很好且深入的体验 但他们终究是基督教背景 对于佛法无法生起真实的了解 佛法的基本原则是缘起 他所看待的宇宙观是整体的 而整体观正是佛法带给西方社会智慧关键的讯息 到目前为止 中国禅宗在西方社会的能见度仍然有限 若从佛教整体发展来看 则是令人惊叹 例如英国每个城市都可见到好几个佛教机构 多为南传佛教中心 他们或多或少已经西方化 有些做得不错 有些则过于强调理论 要不就是太简易了 藏传佛教也颇有发展 在许多地方设立道场 相行之下 中国禅宗还是不够普及 原因在于中国禅宗对修行者是有要求的 前提是你必须了解什么是修行 持戒 同时愿意面对贪婪的自我忠心 因此在西方社会 师父教法的影响虽然不算普遍 然而对有心修学佛法的人 有其深远影响 许多人参加西方人禅修会之后 都认为我们所带的禅修是最严谨的 这里所带领的便是师父所传授的汉传禅法 而禅修会本身也在逐渐茁壮 许多城市均已发展分支 其中有两个团体 是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地区成立 西方人禅修会成立契经 可说是一片欣欣向荣 从这层意义来看 师父对于佛法严谨的教导 影响非常深远 那也就是回到佛陀的本怀 如同释迦牟尼佛曾问过相同的问题 生是什么 苦是什么 缘起是什么 而无明又是什么 这是佛教徒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而师父的教导 对于愿意面对这些挑战的修行者来说 起了很大的影响 整体宇宙观 佛法制要消息 我们必须正视 中国禅宗在西方社会是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的 在中国 日本 台湾和韩国的文化里 即使在儒家环境成长的小孩 仍可接触到佛教与道教 如 是 道三者互为影响 这是东方一贯文化 西方文化则是以基督教为主 基督教自然也有许多很好的特质 例如祭平 行善 乐于助人 不过基督教的本质仍是二元论 如人与上帝 天堂与地狱 这是西方人的思维 同样也反映于西方哲学与科学见地 在东方思维 在大中华文化区即如 是 道影响的区域 则非二元论看法 若以西方语言表达 东方思维是一种整体观 它所描绘的世界 是一切万物息息相关 释迦牟尼佛对此有很明确的教导 在中国的华言思想 同样也可以看到 因此 在文化思想几乎完全相左的西方社会 如何弘扬佛教这些重要的观点 正是我们面临的考验 解决途径则有两种 第一 提供人们一个整体观的亲身体验 比如打坐的时候 心是平静的 心念收舍于一 有些人确实可以达到师父讲的一心经验 也就是身心与环境合而为一 但是这种整体观与西方观点非常不同 对西方人来讲 比较可以连结的经验是自然主义 在西方的传统 有关自然主义的诗不少 著名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就是个绝佳例子 从他的诗中 常可以读出与大自然融合一新的体验 因此 借由自然主义的传统 与禅法产生连结 是我们采取的方法之一 同时 我们也试着从佛法来传达整体观 那又是非常不同了 我们在指导修行时 除了给与禅修这基础的佛法之鉴 也同时带出波热经典 比如棱茄经 金刚经 心经 以及华严经 透过这样的方式 呈现一种深刻的世界整体观 这与某些现代西方的哲学观点是互通的 比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 他便经常探讨存在的本质 他的许多论点都与佛法相应 我的朋友 哲学家史蒂芬 巴奇勒 便曾以海德格思想及佛教为题材 著书出版 在西方社会 佛法的弘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却也伪实不易 因为西方人向来标榜个人主义和二元论 我写了一本书 书名是全球危机及佛教人文主义 2009年9月出版 我在书中提出 要想真正解决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 必须从我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开始改变 在这方面佛教的整体观思想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 推动禅法 欧陆同步 我们在威尔斯成立的禅修会 一开始叫做布里斯托禅修会 那是因最初在英国跟着师父禅修的学生 大多来自布里斯托市 禅修结束后 连我在内的五个人决定组成一个禅修会 他们则请我担任团体负责人和老师 我们也发行刊物 刊物名是新禅论坛 逐渐有了一些规模 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禅修活动也在增加 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 并且取得法律上的认可 目前 西方人禅修会便是以慈善团体向政府登记立案 禅修会的会址 是我在威尔斯山区的一间小农舍 当地环境非常淳朴 风光明媚 那里既没有电 也没有暖气 禅修期间以木材生火 夜里则点油灯照明 也因此 生活条件比较辛苦 但对于禅修来讲很好 因为你必须学习自立自强 需要热能的时候 你要工作 肚子饿的时候 你要自己准备食物 需要照明的时候 你要学会如何点火 这对觉醒都是很好的练习 现在我们的团体散步在英国 都是属于小型禅修组织 也都有人带着他们禅修 在华沙和奥斯路 也有类似的组织 我自己也在柏林及圣彼得堡 办过禅修 在克罗埃西亚 则与圣言师父的克罗埃西亚法子 查克 一起合作 所以推动禅修这部分 我们是非常积极的 未来我们希望举办密集的禅修活动 可是现前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学员参加密集禅修以后 直至下一次禅修前 中间会有一段期间 可能导致他们退转 一旦心跑掉 散了 所有的问题就又回来了 因此我们很认真思考 如何教导学生把心安住于当下的日常生活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教学方式 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不会放弃 仍将继续举办密集禅修课程 这就是西方人禅学会运作的情形 师父的教法始终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和精神依规 特别是墨照禅的教导 2008年5月26日 受访于法古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圣言法师简介 人间比丘圣言法师1930-2009自欲为风雪中的行脚僧 曾获天下杂志临选为400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50位人士之一 1943年法师于江苏郎山出家 历经经颤 军旅生涯 十年后再度出家 不论六年闭关苦修 日本留学 美国弘法 或是开创法古山 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 在艰辛中显悲怨 在艰义中见禅慧 他的生命 就是一场实践佛法的历程 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众素职 法师在40岁时毅然赴日留学 1975年取得东京立政大学博士学位 历任台北文化大学 东吴大学等校教授 以及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 美国佛教会副会长 易经院院长 并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法古山僧企大学 法古佛教学院 法古大学 培养佛教高等研究人才 1989年破建法古山 历经16年 终于在2005年10月21日 举行开山大典 此世界佛教教育园区 旨在推动学术研究 修行洪化 关怀照顾等工作 并逐步扩建海内外洪法 禅修 文化 教育 关怀的组织体系 目前于台湾各地及欧亚美澳 亦广设禅修中心 魏洪传汉传佛教 法师并于2005年开创 既起汉传禅佛教的中华禅法古宗 法师常年奔波美台两地 密集应邀至世界各地指导禅修 为国际之名禅师 秉承林记及曹洞两系法脉 以自然生动的方法随机应教 跨越文化翻离 吸引了无数东西方人士 更经常与科技 艺术 文化等领域之精英 进行对谈 乃至与不同宗教 进行和平合作 深或海内外各界尊崇 除此 法师擅长以现代人的语文谱传佛法 至今已有中英日文著作百余种 先后获班中山文艺讲 中山学术讲 中生文化贡献讲等 其中多种著作被转译流布世界各地 法师教法以心灵环保为核心 立即于汉传佛教的传统 不断朝国际化 多元化的目标迈进 担负起现代佛教既往开来的人间使命 法古山简介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那么少 误解的人却这么多 这是圣言法师数十年来苦学苦修 使至弘扬正信佛法的悲愿 而法古山的创建 正是为了承担起去佛会命 为众生的离苦的使命 1989年 圣言法师于当时的台北县金山相觅得一块山林地 命名为法古山 以建设一个红传汉传佛教 推动教育的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为愿景 历经16年的建设 在2005年10月落成开山 以心灵环保为核心主轴的法古山 是一个推动精神启蒙运动的生活教育团体 提倡心灵、礼仪、生活、自然等四种环保 将佛法的精神与内涵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新五四运动 同时致力以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三大教育 具体落实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 并透过国际红化与交流合作 以全人类为关怀对象 成就世界进化、心灵建设的工程 法古山更因应时代需求 以汉传禅佛教为基本立场 融设各系诸宗 开展出中华禅法古宗 以带动现代观念与思想 活用佛法于现代人间需要 其能以佛法慈悲智慧的鼓声 使人人都能够的安乐 让人间社会成为清净、祥和的乐土 财团法人圣言教育基金会简介 财团法人圣言教育基金会 以下简称本会 于2006年1月18日 由教育部核准成立 本会已推广圣言法师 所畅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之思想理念 来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的教育事业为宗旨 圣言法师的思想理念 致力于人间净土的产阳实现 其医生均致力于将佛法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以佛法来提升现代人的生活与品质 希望宗教界、学术界极有兴趣 有怨心的人士均能加入此方面的探讨 研究及实践 本会依此宗旨 推动下列相关工作 一、主要是对圣言法师之平面书刊 影音资讯等各种制著作文献文物 搜集、整理、研究、分层次、分类别、翻译、编印、制作、发行、推广、弘扬、赠送至全球各个社会层面 以其人类品质普遍提升 处处可见人间净土之实现 二、次要则为讲著与圣言法师思想理念相弃相同的佛教教育之推动 佛教学术之研究 佛教著作之出版 以及与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等相关之教育项目工作 优优独播剧目 优优独播剧目 优独播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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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